日本最近也是動作頻頻 包括了8月15號今天 其實是1945年 它有個關鍵歷史的意義 日本投降日 日本宣布向同盟國無條件投降 那結果呢 我們就知道最近的時候 日本這些官員動作頻頻 8月13號的時候 防衛大神岸信夫去參拜靖國神社 向戰爭英靈致敬 還說是理所當然 15號禮拜天的時候 前首相安倍晉三 也去參拜靖國神社 當年的時候他曾經也有去參拜過 就引起了中國大陸 還有包括了 連美國歐巴馬時代 還有南韓不滿 那另外8月14號的時候 日軍的慰安婦受害者紀念日 這也是很有歷史意義的 文在寅南韓總統就有 來為這個慰安婦來進行相關的表示 今天8月15嘛 所以我要特別講一下 台灣的慰安婦的情況 因為大家都知道 韓國在跟日本在 當年的強制勞工 跟慰安婦以及島嶼糾紛上 絕對不退讓的 那麼其實台灣呢 也有一段時候 因為現在的政府 跟現在的教科書 不是這樣寫的 但是我們曾經有很長一段時間 尤其是在1990年的時候 當日本人伊東秀子 他是一個議員 發現了明確台灣 有慰安婦的記錄的時候 當時的婦女救援基金會的 王清峰理事長他們 就去訪談了 當時在台灣還存在 還活著的那時候 有36位慰安婦 那後來隔了一年呢 他們再去仔細的記錄起來 明明白白他們不是慰安婦 他們是強制性奴隸 強制軍紀 我們一定要把事情弄清楚 明白的記錄的呢 在1997年的時候還有70 後來你們也知道說 台灣的婦原會 帶他們去日本打官司 那麼日本在這個過程中間呢 在1995年的時候 它的政府就成立了一個 亞洲女性和平及友好基金 我們簡稱它叫亞洲女性基金 他們就是打算 要用民間賠償的方式 把這個歷史真相把它掩蓋過去 所以他要到台灣來 給這個每一位有記錄的 這些當年的強制性奴 軍奴啊軍紀 給他們錢的時候 中華民國台灣的婦女 沒有拿他們錢 一個也沒有 因為我們要求的是 政府要道歉 政府要賠償 政府要回復他們的名譽 要讓這些人 他們的人生被剝奪的這一段呢 有一個歷史的意義在裡面 也就是最早介大使有說 日本到今天並沒有面對 他們所有的戰爭的罪行 你才會有這些人 堂而皇之地跑到禁國神社 去參拜有14名甲籍戰犯的地方 那些甲籍戰犯是經過東京審判 確定他們犯了那個戰爭罪行的 那對於女性來說 我們講阿富汗的塔利班 他們可能對女性非常的壓制 當年的日本人何嘗不是 他在韓國在台灣在中國大陸 都去完全喪失了人性的 去改變這些女性的命運 所以現在台灣的教科書 並沒有明白還給他們公道 但是當時台灣的女性沒有接受 日本的亞洲女性和平 及友好基金的賠償 因為我們要求的是 日本政府要道歉 要賠償 要回復名譽 我果然沒有當過這個基金會的 就是婦女救援基金會的理事長 但我做他們長期的顧問 跟他們有很長的時間一起工作 我明白他們帶領這些女性的奮鬥 以及幫助他們後來重建他們的生活 重建他們的精神上面的平衡 是多麼的了不起的一群人 日本真的有在檢討 他當年所犯下來的罪行嗎 然後還在拜這個禁國神社 所以引發了大家很大的討論 日本有一部分人是承認有罪行的 也有一部分人不承認有罪行的 那岸信夫這一派 就是不承認日本有罪行的 你知道在60年代 日本就有一個右派的學者 就在寫了一本書叫 《大東亞戰爭肯定論》 也就是他們認為日本的二次大戰 整個侵略行為 他是認為是正面的 而且他還認為大東亞戰爭是 亞洲人要把白色帝國主義 趕出亞洲的一場盛戰 自己形容的相當的高尚 相當的好像是一個救世主一樣的 可是日本人基本上大概就是說 現在年輕一輩的政治人物 以岸信夫為首的這些人 現在佔的數目相當的多 也就是我認為顯現出來 日本人的侵略性 也就是說這個日本人這個心很大 可是就是身在一堆小島上面 他認為他應該做怎麼樣 做亞洲的主人 其實在二次大戰 中國從清朝開始比較弱勢的時候 日本就是不斷的想要去 想要侵略中國 發動了相當多的戰爭 然後砲製出來了滿洲國 你知道當時的長春 日本滿洲國首都 事實上在日本國內有很多叫什麼 遷都論 遷都論就是把日本的首都 都要遷到亞洲大陸來了 他就是想要來做什麼 就亞洲大陸來做他的這個 帝國的大夢嘛 所以日本人事實上就是 一直有這樣子的侵略的這種傾向 到亞洲大陸的傾向 而且他在這個明治維新的時候 基本上就是跟西方的帝國主義國家 為師嘛 以帝國主義國家為師 所以他的行徑就是亞洲的第一個 最帝國主義的一個帝國主義國家 那所以他認為他這個 整個在二次大戰的時候作為 他認為是正義的作為 那你去看如果禁國神社 最近有些片子都是禁國神社 他們還握心腸膽 就是說當時三國官色還寮以後 日本在甲午戰爭以後 把我們遼東半島再去三國干涉還寮 日本人在他的禁國神社裡面 還寫要握心腸膽 也就是說這是他的國恥 他強佔別人的土地 被人家國際正義把他要回去了 他還說是他的國恥 所以日本這個國家 事實上你如果沒有足夠的力量 跟他相抗衡的話 那他就是怎麼樣 他就是要對你實行他的侵略性的政策 那現在日本這個國家現在 我覺得他有一個 到了一個十字路口 因為他在過去一段時間 經濟上他還是很強 可是他軍事上他也認為 他還是不錯的 可是在過去的十年裡面 大陸跟日本的軍事的實力 有快速翻轉的這個可能 也就是日本從明治維新開始 到現在 他真正感覺到威脅 也就是他認為 他可能情勢會反過來 他可能會被亞洲的國家 就是重新回到 所謂是中國為主的 這個朝共制度的這個 這個整個亞洲的秩序裡面 他變成一個從屬性的角色 所以現在日本的話 這些安倍晉三 跟這次的岸信夫這些 這些心裡面說實話 就是在想他國家的那個光榮的過去 還有維持他過去強盛的那個地位 還是想要怎麼樣 放手一搏 他心裡面還是有這個思想 那這些最近他們看到這個局勢 日本可能第一個挑戰就是什麼呢 就是台海的問題 因為二次大戰結束以後 因為兩岸分治 台海變成一個什麼 日本人的所有的 日本的所有的這個生命線 可以自由進出的一條航線 那如果說台海兩邊 是屬於同一個政權的話 是同一個國家的話 事實上隨時 包括這個澎湖群島的話 這隨時可以把台灣海峽封鎖 這封鎖的話 日本人可是 可是整個國家的生命線 要被卡在別人脖子裡 就跟今天 美國想要去跟大陸脖子 日本也會他的生命線卡 所以他是有很深的這個恐懼感 所以他最近一直在台灣的問題上 做了很多很多的這個文章 而且基本上我覺得 他們在做幾件事 一個是試探美國 一個是試探日本國內的民意 另外一方面在試探中國大陸 不過我是覺得今天來講 真的從這個國家的 軍事實力來講的話 我覺得日本跟大陸 是不是屬於一個層面 已經不是那個等級了 不同等級了 第一個日本是一個非核國家 他在關鍵時候 他沒有任何的殺手艦 他會面臨到毀滅 然後他沒有任何反手的機會 另外一塊在導彈的部分 現在的這個 21世代導彈是關鍵的 日本沒有足夠的導彈 然後呢 應付中國大陸線 東風系列 這麼一系列導彈 另外在制海權方面 我覺得 中國大陸海軍快速的 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 往上 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快速的這個進步 讓日本深感威脅 所以日本我覺得 他現在這些作為 只會強化 不會 這只是一個開端 再加上正好 他的這個組織 美國的話 現在又在採取 抑制中國大陸發展 這個這個 整個一個大的策略 所以我想 日本會順著 美國的策略 好 不斷的好去挑戰 中國大陸 大陸 然後最後他 他的聚焦的地方 就是台灣海峽 所以我覺得 日本在 會不斷的在這個問題上 做文章 那 不過 二次大戰結束以後 日本不是一個 正常的國家 所以日本即使 再怎麼叫 如果說 美國說 停手 不准叫 那我想這一些事情 日本人也就會 會改弦意策 那麼因為他們看到 他們的老闆 現在的意象 所以在根子下面 聲音也很大 不過 我是覺得 最後的關鍵 還是在美國跟大陸的關係